Hello大家好,这里是大叔 今天给大家带来世家MV平台的 春时天地三国外传 这是一款山寨作品 但是它的片头做的还算不错 咱们看一下 这是二爷跟三爷了 子龙 右侧的头像切换的特效 做的很棒 另外这个画风也可以 咱们选人 之前大叔好像录制过一些关羽 明显是来自街机三国志的人物贴图 今天大叔给大家用这个美灵 看看用哪身衣服 这个肉色的可以 来这个吧 一共是八个人 那游戏你可以选 你是五局三胜制 还是三局两胜制 大叔选的就是每个人打一局 大家看招式吧 美灵的上段的飞刀 张飞为什么会飞行道具啊 这是什么本 还有一个下段的飞刀 然后还有一个是 对空技啊 还有这招对空技 另外我还有大招 因为这游戏是有超杀系统的 哇很疼啊 好咱们赢了啊 做个超杀系统还算可以啊 你感觉至少是比 FC平台那些山寨的格勾系 强一些啊 这个背景方面呢 也都来自于G&G的三国志啊 第二关是魏延 魏延这个配色啊 真是 哦 就是魏延的一个超杀了啊 一个对空技 感觉这个游戏打到最后啊 还是这个普通的拳脚啊 哇 这一刀给我踢飞了 还是拳脚最好用啊 你看他这个必杀精一点不狠 哦 这是魏延的第二个超杀 第二个必杀 魏延的超杀呢 就是他那个AB啊 在原地一顿转圈 好 你生龙腿 这个游戏呢 当年如果啊 接触到会感觉很新奇啊 现在玩的话 说实话 有点玩不下去啊 反正我是比较 我要录视频吧 没办法是吧 有的小伙伴说 他当年在MD上玩过这个游戏 那也是比较后期了 我是没见过这个游戏的卡带啊 如果有当年在MD的实体机上啊 谁家的实体机上 玩过这个卡带的小伙伴 可以在视频下方给大叔留言啊 汉生 黄汉生啊 黄中我记着 诶 赌不了吗 赌不了 但是谁能赌来着啊 诶 我超杀早满了啊 下前下前C啊 这招 你给下腿啊 这个场景呢 原作里面是打虚晃的 死龙 这是新野城啊 俺那还写着呢 这个字他都没给劈下去啊 来个大招吧 哇 好狠 看着就狠啊 死龙的超杀呢 也是他那个AB啊 也是他那个AB 一顿旋风 死龙刚才用出了他那个生龙啊 好 二爷 这二爷的这个AD就是小招了啊 我觉得 我去 我觉得这个游戏里啊 二爷和三爷啊 是 关羽和张飞是这个 我用出了一个超杀吗 我 这两位是比较好用的啊 关羽还有一个飞行道具啊 除了这招之外 他还有一个飞行道具 然后关羽的超杀也是个突进技啊 就往前走着两拳一脚那招 吕布 我感觉这类吕布的这个人物比例 好像有点问题啊 尤其是他跟夏侯敦站在一起的时候啊 哇 这吕布有点猛啊 哦 好猛 我不能输啊 我不能输 我因为这游戏是一剩一剩制的啊 好 用出超杀了啊 这个超杀解决 还是夏侯敦的模型 看着最大 好 打自己 他那个配色是正常的配色 我这个配色就是修改的 哇 哇 这个腿看起来非常疼啊 哎呀 没提到 太远了 这招还是对孔好用的 下来抓了他一个硬直啊 好了通关了啊 大概五六分钟吧 那好吧那这款游戏就给大家演示到这啊 现在让我玩这个这样的游戏呢 对我来说也是种折磨啊 当年呃 这代老玩家呢 可能 在MD和FC的中后期啊 玩了好多好多山寨的游戏啊 被这些厂商骗得好惨 呃 也欢迎小伙伴们在视频下方给大叔留言啊 啊 所以说你童年时期遇到的那些山寨游戏 那好 感谢大家收看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